房屋結構靠梁柱 再承受樓層重量 再加保命第一步 梁或柱先分清楚 一般柱 它会比墙来的宽 就像你很明显 可以看到有两面突出来 那柱上面会有梁 那梁柱这个边的话 其实你可以躲在这里 图示看得更清楚 像这种大片的梁 很多人家中都有 若躲中间恐怕凶多吉少 非得要躲就要选两侧才行 住家中的通道间上头也多是梁 一塌下来人非死即伤也不能躲 最好的就是找到墙面突出的硬柱 较坚固能承受重量 这边最好躲在这里 四五楼以下的如果发生地震 要逃生 门要第一个时间一定要先把门打开 另外满房前都会有结构平面图 居家常用比例有四十五十六十分之一三种 以这个卧房四十分之一为例 图上的一即代表十公分 由此就可以算出左梁为三十公分 门长八十五公分 右边的房门梁是十五公分 要下班要打卡 突然间就地震了 那个梁柱那边就要了 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统栓饭地员工 就说梁柱是他的关键保命点 另外若离家却还没到户外 楼梯间也可以保命 唯贯大楼跟那个华翠大楼一样 其实我们裴董收救人员 进去收救发现 其实他的楼梯间都还完好 他都会设计简利墙 他的墙后特别厚 所以这边其实他是有抗震的 建议民众平常就要想好 住家周围就进哪个角落牢靠 以及逃生的路径 必要使才能跟时间赛跑 记者令建坚无品一台北 产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